今時財經 點時成金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今天舉行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說 不期望一次對話解決所有問題 希望這個對話是開端 國務院副總理論賀表示 努力實現遼寧經濟振興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發布了 鴿派的信息說 美國距離就業和通脹目標 仍然遙遠 全球股市上漲 中國全國碳交易市場 打算6月份啟動 更新新聞談的是 生態屏障建設是全人類的千年大忌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第一次中美高層戰略對話 在18號到19號舉行 會前在北京的中國外交部 和目前已經抵達阿拉斯加的 中國中美大使崔天凱 都表達了中國的立場 3月18到19日印美方邀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主任楊潔篪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將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 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 舉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17號已經表示了 希望美方能夠同中方相向而行 按照兩國元首除夕通話精神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而在17號這一天 已經到達安克雷奇的 中國中美大使崔天凱 接受中文媒體採訪的時候說 中方對這次對話沒有過高的期待 希望對話能夠成為 雙方溝通的開端 我認為雙方對這次對話還是相當重視的 這幾天我們都做了很多準備 當然我們並不指望一次對話 就能解決中美之間的所有問題 所以我們對這次對話 也沒有什麼過高的期待或者說幻想 我希望這能夠成為一個開端 雙方能夠開啟一個坦誠的 建設性的 理性的 對話和溝通的過程 崔天凱表示 為了這次對話 中方做了相當大的努力 不論是議題的內容設置 還是疫情防護上面 中方代表團還提前接種了新冠疫苗 崔天凱強調 中方千里迢迢 來到阿拉斯加不是為了妥協而來 如果還有人這樣有這樣的想法 希望能夠趁早丟掉幻想 中方不會因為個別國家的施壓 就會在核心問題上做出所謂的讓步 馬上請庚先生談一談他的觀點 謝謝 這個不是今天一天是關注點 一個星期 3月12日開始 四國元首 這是拜登上台 第一個 他自己自稱是最重要的 是第一個多邊元首峰會 而且他認為是奠定他的整個這四年的 這個新聞的 對外 這個外交工作的一個基本方針 一個思想 重點 從那天我們心情就不怎麼舒服 因為他表面上那天沒有點名中國 元首會嘛 說話要客氣一點 沒有點名中國 那麼但是每一件事情討論的問題 似乎都和中國有關 而且最後他們說出來 我們討論了中國 但是我們在聲明裡沒有寫而已 接著就是從16號開始 是吧 美日 昨天美韓 今天到最後的重頭 最後的這個戲是中美 這個過程當中大家就覺得 還是有些負面的感覺 就是說美國對我們還是不友好 而且不僅是美國 日本 前一段一直還可以抗議當中 但是好像也不太好 澳大利亞更不用說 對不對 韓國還好一點 印度 你看都是咱們這個周邊 都是關係很近的這些國家 似乎拜登正在按照自己那種 先拉盟國定規矩 然後再針對中國 似乎在按照他這個外交途徑 路線圖在走 但是我在這裡發現了一個情況 我今天要從一個新的看見 就是從美國開始 這五個國家 美日 韓 澳 印 這五個國家 個頭都不小 都和中國是最大貿易夥伴 這個現象過去歷史上 100年沒有過這個情況 不要說中國和美國的勢均力敵 這個100年沒有 就是說所有的和中國的 這幾個主要的 美國 日本的第三大世界經濟體 對不對 這還用說嗎 然後這些都跟我們這麼近的關係 有這麼多的貿易 什麼概念 美國去年2020 咱們講最新的 5800億左右的美元的貿易額 增長了8.8% 也就是說我在10年前 創造了一個概念 我的專利 人均貿易額 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對象國 然後其他各國 比如美國3億人口 不到6000億的這個貿易額 那人均呢 對不對 就不到3000美元這一年 對不對 日本1億人口 3億2000萬左右的貿易額 那就是一個人 人均就是3200億左右的 3200美元左右的年均貿易額 人均年均貿易額 澳大利亞多少你知道 澳大利亞比日本 澳大利亞人口只有2500萬 可是他跟我們去年 跟2019 幾乎你別看這麼吵啊 這麼制裁 沒有改變 幾乎持平 仍然在1600億美元左右 咱們想一想 一算就算出來 對不對 6400 6500億左右 人均呢 比日本還要翻一翻 這麼多的人均的這種依存度 這是一個血肉的聯繫啊 老百姓的生活 而且中國的這種出口進口 大多數都是和這個民生連 跟這些國家多數都沒有 什麼國防性的這種東西 那麼說明什麼 說明我們之間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說明我們之間是一個 和平發展 合作的共同體 但是我們有這麼多的政治矛盾 這種啊 這種分歧 好像還有的地方 說起來咬牙戒指 好像就不能那個啊 連那個就不公代天 但實際上我認為 這可可能是今後一段時間 中國面對外交環境的一個常態啊 就是說我們就要擴大 我們這個合作的方面 來爭取彌合 磨合我們的分歧 逐漸地能夠爭取做到擱置爭議 甚至於捐替前嫌 這個可能是 今天我認為中美團 一定要涉及到這個問題 中美關係是首當其衷 正好是這麼兩面性的啊 一敵一友 所以我說 我給他說了四句話 就我說叫做 該鬥爭鬥爭 該合作合作 軍事不對抗 經濟不脫鉤 謝謝更新先生 中美有很多的分歧 但最大的共識到目前為止 那就是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這個重要的目標 而中國也很堅定的 就是要推進碳達風和碳中和 馬上來看一下 大家都很關注的 中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應該在這個年中就可以推出了 來自於上海證券報的消息說 6月底之前中國將會啟動上線的 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也就是全國碳市場 將主要包括兩個部分 其中交易中心落地上海 碳配額登記系統會設在湖北武漢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負責交易 湖北碳排放權交易中心 負責註冊登記 那麼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 交易產品就是碳排放配額 隨著全國碳市場交易中心 落在上海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 和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將會扮演 重要的角色 另外在湖北方面 歷史三年籌備落戶湖北的 全國碳交易註冊登記系統 也就是中碳登 目前也正在為第一批 2225家旅約企業辦理開戶手續 這些企業都是發電行業的 重點排放單位 來自於金融時報的一個統計是 2020年中國風電裝機容量創記錄 引述總部位在比利時的 國際行業協會全國風能理事會 在星期四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 中國去年增加52幾瓦的 風電裝機容量 這容量已經是2019年 裝機容量的兩倍 那麼這樣看起來 中國風力發電的總容量 已經超過了歐洲 非洲 中東 和拉丁美洲的總和 那麼中國的風電市場規模 比全球風能理事會的預測 高出了70%以上 十四五時期 中國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落到不同的城市 應該怎麼樣去做呢 比如說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到遼寧去調研的時候 就說要努力實現 遼寧經濟的振興 而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最近在談跟十四五時期 有關的規劃發展的時候 也特別關注到 就是這個大城市當中的 住房的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16日到17日 在遼寧調研時研究 從實際觸發精準施策 大力推動遼寧改革開放 和高質量發展 努力實踐遼寧經濟振興 劉鶴指出 遼寧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和農業基地 對維護國家國防安全 糧食安全 生態安全 能源安全 產業安全 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近年來在發展當中 也遇到一些困難和問題 說中央為推動遼寧發展 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遼寧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打造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保護產權 維護信用 同時要扎實辦事 引導預期向积极方向轉變 要瞄準卡脖子問題 認真研究最佳的解決路徑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日前也表示 要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的問題 大力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供應 持續增加房地產市場調控 要調整優化產業結構 繼續推進重點行業去產能 提升產業鏈水平 維護產業鏈的供應安全 那麼新華社影書他星期二 在國家發改委召開的座談會上的講話 提到了優化能源結構 保障能源安全 紮實做好探達分探中和的各項工作 特別說了要增強工作的敏銳性和前瞻性 即使採取有針對性的舉措 化解突出的矛盾 牢牢把握住經濟工作的主動權 說到中國產業供應鏈 還有一些在科技方面卡脖子的問題 當然大家都很清楚 那就是芯片 那麼在芯片的設備和產能方面 接下來有更多的企業相關消息出來 一個是中芯國際跟深圳市政府 簽訂合作協議 要建立一個28納米的工藝晶圓廠 17號晚上中芯國際發布的公告說 他們在3月12號 跟深圳市政府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根據這個協議 公司和深圳政府 也是通過深圳重投集團 打算以建議出資的方式 在深圳設立晶圓廠 那麼重點生產28納米 及以上的集成電路和提供技術服務 最終實現每個月 大約是4萬片 還有4萬片的12寸晶圓的產能 預計會在2022年開始生產 另外還看的就是聯想控股 以15.4億元人民幣 收購芯片生產商 負漢威15.9%的股權 來自於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理事長 中芯國際董事長周子學 出席一個論壇的時候說 去年中國芯片產業銷售額增長 17.8%達到了8910億元人民幣 對全球晶片目前面對的短缺問題 他說這真的是史無前例的 他認為國際合作是解決晶片唯一的途徑 他也談到了汽車等下游行業受到芯片產能供應影響 是很緊張的 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而晶片產業更是高度國際化的產業 所以這個問題只能夠國際合作 說起這個供應鏈的問題 大家從最近的汽車缺乏芯片 以至於很多的國際級的汽車公司 都要暫停在部分地區的生產 這個問題到底該怎麼樣的解決 那麼當到芯片問題的時候 來自於台灣的富士康就說 考慮在美國威斯康金州生產電動汽車 對於這個芯片短缺的問題 他說他們有跟別人不一樣的處理的方式 《金融時報》台北的記者談到了 富士康考慮在美國威斯康金州生產電動汽車 他們尋求減輕對於代工蘋果產品的依賴 希望在2025年到2027年之間 自己能夠在全球電動汽車市場 佔據10%的份額 富士康的董事長劉陽偉就說 對富士康來說 全球汽車芯片短缺是一個 打入汽車生產供應鏈的機會 他說疫情期間需求劇烈變動 而汽車生產商反應不夠快 原因就出在供應鏈管理的架構上 說這體系當中存在多個層級的供應商 於是就給了他們一個優勢 當他們跟供應鏈打交道的時候 就會進行垂直整合 《華爾街日報》談到了 全球範圍內製造業供應鏈的困境 不斷加劇 德州的極端天氣 還有港口貨物積堆 使得已經受到疫情困擾的製造商雪上加霜 豐田汽車 本田汽車 三星電子 是最新三家聲稱預措的跨國公司 比如說豐田 北美四座工廠 部分暫停生產 還有沃爾沃說 由於芯片供應短缺 三月份會暫停 或者是調整在中國和美國汽車廠的生產 而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製造商 三星電子在星期三已經說 正努力應對全球半導體 嚴重失衡的後果 今年可能因此沒有辦法 為暢銷手機Galaxy Note推出新手機 這是汽車行業之外 第一個表達對晶片短缺憂慮的 最大科技巨頭 下期會我們會關注一下 包括金融市場 今天為什麼大幅度上漲的消息 待會兒見 晚上 晚上 上午 晚上 歡迎回到京市財經 美運會價從星期二 曾經逼近92的水平 在星期四的時候 跌到了91.3附近 主要是因為 美聯族主席鮑威爾 最新的講話 讓市場覺得鴿派意味濃厚 美運會價今天 低近91.3到91.67之間 人民幣在6.48 6.50 暫價收盤上升13個基點 報6.50一期 美聯儲結束102天的議席會議 在香港時間星期四 凌晨2點中公佈結果 決定維持聯邦基金指標利率 在0到0.25例區間不變 符合市場的預期 並且會繼續以每個月 1200億美元的規模買債 最新的利率點陣途顯示 聯儲局預期至少到 2023年都不會加息 但是大幅度調升 對經濟增長的預測 鮑威爾在記者會當中的講話 有意見這麼重要 通脹率短期 如果升到2%以上 也不符合加息標準的 假期一定是否応測 。 歐盡 財政策 預測 現在是賺 rise 了 %的 鮑威爾在談話當中也談到 美國經濟擺脫新冠疫情強勁反彈 更有可能幫助歐洲等 歐洲等其他仍然現身 疫情泥鬧的地區站穩腳跟 而不是被海外的疲弱經濟拖累 他說當美國經濟強勁的時候 這種力道也傾向於 支持全球經濟的活動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回事 他也談到了跟上次危機之後一樣 各地區的復蘇率度存在著差異 但是他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正在引領全球經濟復蘇 更新先生談談的是 美國是不是也有所謂的 逆周期調節 在變中是不是要求穩呢 我覺得他好像看了 咱們政府的報告還是怎麼回事 有但這感覺 你看這可見經濟 越來中美之間的共同點 就是我們的經濟運行 遇到的問題 採取的手段 工具 就越來越接近的感覺 有這麼一種感覺 所以我老說 大家經常說幸福的家庭 大致相同 不幸有各自的那種不同的不幸 現在就是說 我們在遇到一個 比較好的發展機遇的時候 咱們採取的這種思路和想法差不多 我們就是變中求穩 變中求穩 然後穩中求進 對不對 這是一個總的工作總基調 美國這次呢 因為現在美聯儲是首當其衝了 它的政策 這個議息是最主要的一個標誌 所以你看今天這股市也都很好 整體的情況 我覺得呢 這個裡頭呢 就是咱們老說逆周期逆周期 其實我老說不要說這種 大家聽不懂的詞 說白了就是一句話 就是說周期總有波動 對不對 擴張衰退 那麼逆周期什麼 兩個概念 第一個就是看得見的手介入 不是讓那個市場自行的 看不見的手去自己波動 看得見的手介入 然後帶動所有的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工具 都發揮作用 綜合發酵 然後形成一個力 這個力呢 在周期過度的膨脹 擴張的熱的時候 我就給它澆點水 涼一點 是吧 什麼加個溪什麼之類的 如果它要是不行 還是這疫情還不透明 大家覺得還鼓不起勁的時候 我就給它加點溫 對不對 我就寬鬆一點 加點流動性 就這種呢 我覺得就是所謂的逆周期 中國人就是中庸嘛 咱們說雪中送炭 順周期呢就是锦上添花 對不對 咱們把這概念弄精之後呢 我覺得中國政府的這種逆周期操作 我覺得比他們的那個量化 過度量化寬衷比他們要穩健 所以咱們叫積極的財政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兩個東西呢 也是對沖 也是一個稀釋風險 系統性風險 同時也有逆周期的意思 相密的方式來綜合性的協調 保持均衡性 美國我覺得這次的這個 美聯儲這個動作 我很讚賞 就是它在已經看到了疫苗 整個今年預期達到 它昨天不是調了一下 那個今年的發展預期 大概調到6%左右 6%以上 但是美聯儲還是很冷靜 我仍然是保持目前這個狀態 這個溫度還不夠 稍微的還要放點這個活水進去 我覺得這是對的 我們都有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 我就有一句話奉勸美國的朋友 特別是拜登先生這些政府的 什麼像布林肯 你們向美聯儲學一學 遇到事情的時候實事求是 不要老是那種 那種腦子裡面都是那種固有的成見 從實際情況出發 客觀地對應各種各樣的變局 變中求穩 穩中求進 才是一個共同的發展之道 在政治上 處理這種外交關係也同樣道理 謝謝 歐洲經濟現在看起來 確實是比較弱的 而且可能原本 低於原本的估計 包括了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都說可以幫助歐洲經濟 當美國在進行成長的時候 看一下歐洲的經濟情況 德國政府的顧問預計 德國第一季度經濟萎縮 大約是2% 主要是因為遏制新冠疫情大流行 而採取的封鎖措施 還有全年的經濟增長 從之前的3%的預估 大幅度下調到3.1% 預計2021年底到2022年年初 達到危機之前的水平 並在明年增長4% 他們也說最大的下行風險 仍然是新冠疫情的發展 還有歐盟在17日公布了 數字綠色證明書 建立一個可以幫助成員國 協調旅行措施的通用系統 以便歐盟內部重開邊境 恢復人員流動 證書將自動認可 歐盟批准使用的4款新冠疫苗 但鑒於匈牙利 斯洛伐克等國家 開始接種中國和俄羅斯疫苗 歐盟將是否承認這些疫苗 留待成員國自行來決定 今年亞太區股市的表現 跟美聯儲的議席聲明 是非常一致的 今天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上漲的 雖然說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 佔上了1.7% 但是並沒有影響到 還沒有收盤的港股 今天港股收盤也是上漲 股市走洋 因為美聯儲淡化通脹余力 看好美國經濟前景 使得星期三的美國三大股指上升 倒指更是升了0.58% 占上33,015點的歷史高位 日本股市攀升1.01% 突破3萬點大關 到三個新下來的高位 東正指數更是刷新 1991年5月以來 接近30年的新高記錄 韓國首入股市上升0.61% 澳大利亞悉尼股市下跌0.73% 台灣股市上升0.44% 受到外圍市場帶動 內地A股星期四全線走廊 股市三大指數集體高開之後 在高位震盪 看一下今天上漲宗旨收盤上升0.51% 爆3463點 深城指升1.12% 爆13963點 兩市成交7367億人民幣 穿越辦指數收升1.65% 港股今天表現轉強 美聯儲的割拍立場提升了市場 今天恒生指數上升371點 漲幅1.28% 收盤29405點 主板成交1445億港元 1745億港元 北向資金近買入33.15億元 南向資金近買入45.69億元 中國推進碳達風碳中和 是國家的戰略 也是重要的目標 那麼現在生態建設 跟這方面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更新先生談談的就是 生態屏障建設是全人類千年大忌 尤其這段時間 沙塵天氣又再次出現 北方很多地方的天氣 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 更新先生談一談 這個北京這個沙塵暴的情況 和碳達風碳中和是一體的 因為沙塵暴的咱們要講點這個科普 因為我從30多年前 當時北京也有 時常也有一個黃天沙塵暴 什麼這種也開始有了 但那時候手缸還沒搬走 我曾經那時候我正在北京師範大學 我參與過這樣的一個項目的 就是關於北京市 由北京市政府最高層 他們這個市長副市長來主持的 就是完善北京的環境建設 整個城市規劃 這個呢我就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這麼多年我們這個問題解決 還是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不充分不均衡的這個社會矛盾 很大的承諾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咱們講三大空間站 脫貧好像解決了 但是呢環保呢 對不對 然後咱們講短板 第一個短板就是環保 就是生態文明 生態這部分 平靜你看看 新發展理念 新發展高質量 都跟這個有關係 都跟我們講的生態 和北京的這個情況是有關係的 這是我們的一個短板 一定要把這種解決 十四五規劃裡面 特別強調了一個 37章講生態 第一節就是這個 就是什麼呢 他先講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要把完善 中國整個的這個生態安全屏障 你聽聽這個詞啊 是我們的安全 而且不僅是中國的安全 整個亞洲都跟這個有關 你比如說第一個 它七個屏障區嘛 第一個是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的水和空氣的清潔度 影響整個亞洲 你知道 所以韓國前兩天 那胡扯 它非常本有良心啊 它的那個就是能夠得到好的空氣和水 和我們中國保證 中國人民付出的犧牲 來保證西藏等等這些地區 青藏地區的 這個水和空氣的來源的清潔度 非常有關係 然後黃河區 長江區 這個這個東北森林區 第五個才是北方防沙袋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沙塵暴 然後後面南方的丘陵區 然後海岸區 你看至少有這麼多 所有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生態屏障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 而且咱們要注意啊 咱們要突破過去那種 好像什麼都是人為中心 不是了 人居環境的舒適度 這是第一個 然後呢 就自然的均衡度 這就超出人的這種 不要玩 什麼都是 有自然之間的這個均衡 這是生態的這種 整個的均衡 然後有我們整體綜合的 這種發展的 一個總概念的 這麼一個均衡度 所以我說 在這個時候 我最後要說一句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了 我在30多年前 我當時我參與這個事的時候 我就說 咱們經常講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我當時我說 我這個話應該這麼說 百年樹人是對的 千年樹木 因為樹木這個事 超出了當年管子 說這句話的時候 春秋戰國 管子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 腦子還沒有這個環保的 那麼突出的概念 我認為樹木比樹人 這個重要性 一點都不小 而且超出人居的 這種要求 更有了一些 自然的環境的 生態環境的均衡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責任感 也是我們的利益所在 謝謝更新先生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